有四个部落 三个部落是排王族 这个是唯一卢凯族 你们会问说 为什么会是卢凯族 因为我们的祖先是从物台 部落居民解说为何排王族的独孤府 德文部落的乡住相 居住的是卢凯族人 因为迁移的关系 这是屏东山地国小 德文分校举办的99周年校庆活动 特别举办部落巡礼 要让大家认识部落 山地国小是个学区 山地达来德文大社的学童 一起到德文分校庆祝建校 99年的运动会 接受文化的洗礼 所以我们今天来这个地方 有很多很多的用意 那当然无非就是说 借着办活动 让活络这个地方 希望这边的在地的文化 特别是产业 特别是我们的咖啡 能够在这个地方做行销 让更多人知道 德文有很多好山好水之外 有好的文化 更有好的产业 99年的建校运动会 除了让学童回到部落 了解自己的部落历史 小朋友也有模有样的 在现场手煮咖啡 让民众品尝道地的德文咖啡 因为我们的德文爸爸肥灾 所以我坏了 他们在看鱼 我咖啡杯的原因 是因为咖啡很好喝 山地国小建校将近一个世纪了 学校也见证着四个学区部落的点点滴滴 但是从一百学年开始 因为巴巴封灾后 大色分校校地被化地为危险区域 必须吹喜好灯 大色分班群校师生 移到巴巴重建区里那里部落的 长荣百合学校就读 所以这一次山地国小 是校区的师生 共聚在德文部落别居一役 大家也期望封灾后 共同重新出发 记者RI哥舍屏东三定门采访报道